各位大家早上好,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启之前,我们来听一首歌,好吗? 好 我逃避陈中,猛热走山坡,来到可喜马里面 爱祈祷,为零头,唯有它能进入之地 可喜马里 自愿前行,与它深深爱我 可喜马里 世间所有伤悲 恶念与罪所有苦痛决人承受 当时土门沉水 恶念与罪所有伤悲 可喜马里 自愿前行,与它深深爱我 可喜马里 它完成体积难的使命 它承受世间所有的痛 那漫漫无尽见证 那漫漫无尽见证 耶稣云得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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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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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前行,它死终 是不一样 可喜马里 可喜马里 如果各位对圣经熟悉,新约,马可福音,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利安福音,这几个福音,四大福音, 如果各位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科西玛尼, 科西玛尼园,当时是一个种橄榄树的橄榄园, 因为今天我们是讲科西玛尼的主题, 就是说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耶稣在祷告, 祂这个祷告是非常兴趣的,祂教导我们怎么去祷告? 所以今天我就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是科西玛尼园,但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它的背景, 尤其是对那些初心者,他们不太了解圣经的, 我等一下会透过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当时的背景怎么样, 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样子各位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会比较了解一点,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这个就是耶稣在受难的这个过程, 大家都很知道什么是最后的晚餐, 这个是最后的晚餐,是谁画的? Dernardo Davensy, 达文sy画的很出名的一幅画, 在那个黄金刚, 那个大主教他们也也是一幅画, 在打脚王上面,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画, 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当天, 那几天里面耶稣受难之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的, 我没有发出来而已, 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在这个一月节之前的几天, 耶稣取着驴, 进入那个耶路撒冷, 从东门, 从橄榄山上, 下那个橄榄山, 经过吉伦西谷, 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 夹道上都很多人在帮助他, 他的那些团榄, 然后他到了第二个步骤, 他到了圣殿以后, 他有在那边发脾气, 清除那个圣殿, 因为那个圣殿那边很多人在摆卖那些, 好像菜市场那样, 他很生气, 他说, 神的殿, 我变成你们做买卖的地方, 他很生气, 就跟摩西六十八, 他在那边做医治, 还有做教导, 然后再过来就是, 第三个步骤就是, 他要医难的那天晚上有一个最后的晚上, 这个最后的晚上, 这个最后的晚上是很有名气的, 为什么? 他帮门徒洗脚, 他也说, 谁是他背叛他的人, 他一年有一个人会背叛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刚才我们在领圣殿, 他在这个最后的晚上, 设立了我们的圣殿以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 第四个,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他到克西玛林医院去祷告, 在吃完晚餐之后, 他去克西玛林医院祷告的时候, 在路上, 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 他跟以德说, 你会上师不认识, 然后之后呢, 他就被, 在克西玛林医院祷告之后就被捕了, 被捕之后, 第六就是经过一连串的审判, 而审问, 审判有三次的审判, 第一次就是宗教的审判, 他们把他抓到了, 送到大吉斯那边, 大吉斯那边, 来跟他审判, 这个是属于宗教的审判, 审判的时候, 总是在那个一个教堂, 现在是一个教堂的地方, 就是在大吉斯入手那时候, 现在那个地方叫做基民教堂, 就是三次之间的地方, 有一个教堂叫做基民教堂, 然后第二次审判, 是政治审判, 就是那时候, 耶路撒冷是属于这个罗马帝国在关系, 有一个总部在那边, 第二次审判, 是总部在审判, 但是总部也找不到他有什么罪, 第三次的审判, 那个总部要放过他, 就问那些群众, 我可以放一个人, 但是群众还是选择放, 耶路定十字架, 结果就背着十字架, 就一巴乎被钉子在十字架上, 这个收纳的过程, 所以, 科西玛丽宴祷告, 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环节, 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地图, 大概可以知道, 那个黄色的圈圈里面, 就是五层, 就是耶路撒冷的五层, 现在这个回教堂, 我有带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它是不太清楚, 这边是这个清真寺, 就是所罗门圣殿, 东门在这里, 所以那个耶稣, 这个就是感染山, 这里是山顶, 然后像夏沙, 他从这个东门进去里面, 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这个是西墙, 现在他们都在那里祷告的, 因为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耶稣的圣殿, 现在是回教堂在占据的, 是属于回教堂的地盘, 所以犹太人不能够随便进去的, 这个在十世纪, 十一世纪, 罗马天主教堂, 发动了十几次的十字军东征, 想要拿回这个圣殿, 还是拿回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 这个是西安山, 就是, 这个是基民教堂, 就是那个, 大主教在审判那个, 现在那边有带审判耶稣的, 现在有一个教堂, 然后最后的晚餐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叫做, 马可罗万, 最后的晚餐, 吃了最后的晚餐之后呢, 他们吃到克西马里, 这里是, 这边是, 在盖兰山, 在盖兰山, 现在要过去, 这边是不是克西马里, 这里现在是一个, 是一个, 公园呢, 里面有一个教堂,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 东正教, 东正教也是基督教嘛, 东正教, 他们相信, 那个, 马利亚, 圣母, 是藏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教堂, 这个在盖兰山哦, 这边也是有一个教堂, 是, 有耶稣的脚印在下面, 听说是耶稣是在那边生天的, 他复活之后, 他复活之后, 这个, 这个, 水兰山这个, 这是吉伦西谷, 就是, 吉伦西在这里, 这里一直流流流流流, 这个是流流到死海去, 死海就没有再出海, 就断掉了, 从上游一直流流, 死海在这边, 那吉伦西谷, 我们看这个新叶圣经常常会, 跨过那吉伦西谷, 跨过吉伦西谷, 跨过吉伦西谷, 就是从这个委层过来, 克星嘛, 你要经过吉伦西谷, 但是现在, 现在哦, 那个, 那个吉伦西是没有的啦, 全部, 那个水, 埋水管在地底下的啦, 所以我们只看到一个山谷而已, 现在, 这很多坟墓要给你, 这个东门哦, 因为是回教福袋孔子嘛, 这个东门哦, 现在已经block掉了, 这, 南门, 西门跟北门还开住了, 我们都是从这些门进的, 这个门是block掉了, 他们用大手块把它封起来, 他们不要耶稣从这个进来, 因为, 议员耶稣以后再来的时候, 是从这里的啦, 就是从这里的啦, 就是从这里进去, 他们把它block掉了, 然后还有这, 这一边啊, 全部都是本墓, 全部都是本墓, 这个block掉的门前面也是, 全部都是本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 以后哦, 耶稣来大审判的时候, 是在这里, 死人间复活, 死人间复活, 他们要抢先复活, 所以这边全部都是, 都是本墓, 被教徒的犹太人的, 什么都有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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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一个, 大致上的, 一个概念, 大家在念圣经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概念, 什么是基督西伏啊, 什么是克斯玛林源啊, 这个是现在的情形啊, 我跟Joyce, 2015年也去过一次, 这个就是在那个教堂, 克斯玛林源的教堂里面, 这是给大家一个概念的, OK,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 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的记录, 我们大家来, 我们不用大家念了, 我大概讲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念给大家听,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做克西玛林,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也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啊, 几乎要是,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我父母在地上祷告说, 我父啊, 你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不能同我警醒辩识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 又去祷告说, 我父啊, 这杯懦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又来了, 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祷告, 说的话还是先前一样。 这段经文里面, 有几个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祷告是很短的, 但是重复了三次。 祷告是很短的, 几句话而已, 对不对? 但是里面的含义很深, 智智精髓。 在马可回第14章32到34节, 也有同样的记载, 然后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 也有同样的记载, 耶稣出来照常往感染上去, 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个地方,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路而迷惑。 疑似离开他们, 愿有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义事, 只要成就你的义事。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天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感谢。 看诸如大雪滴, 滴在地上。 祷告完了就起来, 到门徒他了。 见他们因为又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路而迷惑。 起来祷告, 免得路而迷惑。 这个他也重复了两三次。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所以,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耶稣是透过这个祷告, 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他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他告诉我们, 人的肉体都有软弱。 包括耶稣自己, 他也有软弱, 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 他也有饥饿, 也有感受到我们的疼痛, 他都知道。 这个就是, 耶稣为什么看他下来, 让他跟我们一样, 有肉体。 第二, 渴望跟祈求。 我们祷告是, 他里面告诉我们, 你是大家的事, 门徒跟耶稣要一起祷告。 也是耶稣个人的事, 也是耶稣个人祷告的事情。 第三个, 完全要依靠, 祷告的时候要完全, 我们平常要完全的依靠跟信靠神, 要完全的顺服和交通。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解一下。 因为我们人体, 人的肉体都有软弱的。 在马太福音26章, 就是说,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还有彼得。 彼得, 大家知道了。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就是雅各跟约翰, 约翰是年纪最小的。 他三个最疼爱的门徒, 就一路抽起来。 很难过, 他心里面很难过, 约翰, 然后心里也很忧伤, 几乎要死。 他就跟他们说,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要警醒一起祷告, 必要入人迷惑。 然后, 他在祷告的时候, 就会有一天使, 在省上省现家电他们的音量。 所以, 要记得,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是有天使, 会帮助我们家电, 不一样的。 但是, 我们不祷告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迷惑。 平常也是一样, 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火了, 一定要祷告。 祷告的话, 就避免我们进入迷惑。 我们就必须要保持清醒。 我们在, 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 就是, 有渴望的时候, 就要祈祷。 祷告是,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是大家的事, 也是个人的事。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 他就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如若迷惑。 然后, 第四十六节的时候, 就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如若迷惑。 然后, 同样的祷告, 他重够了三次, 而且都是很简短的, 两三计划而已。 所以, 我们在祷告, 不在乎我们的祷告的长短, 最主要是, 我们有没有诚心, 我们有没有警醒, 有没有打从心里面的祷告, 那才是重点。 完全地依靠神。 耶稣在祷告中, 表达了对天父的信任跟依靠。 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 因此他向天父祈求帮助。 耶稣觉得他的体力, 因为他抱成肉身, 到了地上以后, 他的肉身, 我们的肉体能做的是有限的, 但是灵界我们能做的是无限的。 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神。 但是, 他在地上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的肉体会腐朽, 他也是会死掉, 他也是会有痛苦, 会积热。 所以, 他完全地依靠跟信任神。 他很恳切地祷告的时候, 看出他, 好像大雪一般滴在地上。 但是, 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遇到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算是在平安的时候, 我们也一样要告。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里面说的,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因为凡是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必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而给他石头呢? 求乙, 反而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那好东西给儿女。 而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亲, 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天父的儿女。 我们跟天父, 不论求什么, 天父都会把最好的给我们。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念, 就好像说我们的孩子一样, 我们是地上的, 像我自己地上的父亲, 像我们的孩子, 也把我们当作地上的父亲。 他们要求什么, 我们都是把最好的给他。 比如说他要某一样东西, 你觉得对他不好, 你就给他咯。 或者是你觉得司机还没到, 你就迟一两个月再给他咯。 表示说他年纪还不到, 还不能够享受嘛, 对不对? 所以决定是在父亲这边嘛。 孩子有求, 他一定是把最好的给他的。 所以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 天父的能力比我们地上的父亲的能力不大。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信靠的心态。 还有就是,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完全顺服交通给神。 耶稣的祷告表得了, 对天父的顺服跟信任, 尽管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痛苦跟死亡, 但是他愿意顺从天父的意识。 而且愿意承担一切。 他祷告是怎么说的? 我父啊,如果可行, 求你把这杯离开我, 叫这杯离开我。 这是苦杯啊。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第二次去祷告的也是一样。 他说我父啊, 这杯如果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我们看看, 耶稣又离开他自己的第三次祷告, 话还是跟先前的一样, 短短的祷告而已。 但是里面有, 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在里面, 完全交付给神的。 照着神的意思, 神成全就成全。 如果是, 如果是Hentony你的儿子跟你说, 我爸给我这个, 给我哪个。 他说, 照我的意思啊, 你给不给儿子, 你是不是很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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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这样讲。 他不会这样讲。 所以这个很难, 所以我们祷告的也是一样哦。 我们这样跟天父祷告的也是一样哦。 天父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但是, 随你的意思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最好的。 OK, 这里做一个总结, 就是人的肉体是懒弱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 包括耶稣的肉体也是有懒弱的, 他也是有困难的。 还有, 累了会睡觉,会困倦, 但是我们要警醒, 一起来祷告。 一个, 渴望跟祈求啊, 祷告是大家的事, 也是个人的事。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如果可以, 哎,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在家里面, 可以跟孩子, 夫妇, 或者怎么样, 有一个家庭祭坛, 可以自己祷告。 教会, 因为, 耶稣也说过, 只要你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 我就必须在你的身边。 越多人祷告, 他的力量会越怕。 但是, 个人跟神的关系, 也需要祷告。 就跟耶稣跟上帝, 跟神祷告一样。 但是, 我们的心态就非常, 第三个, 第四个, 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一套信任神, 而且要顺乎交扣给神。 一定要很顺乎, 这个是, 重中之重。 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个, 为什么我会拿这段经文来讲, 讲这个也是有一个故事的。 在三四个礼拜之前, 我有一个朋友, 其实是我在中医学院的那个同学啦, 他一个女的班亲, 他拍着一个孩子, 他孩子现在15岁, 他又来了我们教育一次。 他来的时候, 他找我, 后来, 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的情形啦, 他就跟我说, 他想要找一件教育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先去。 他儿子10岁的时候, 爸爸就犯癌症起死。 他的儿子就现在,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说, 我那时候, 爸爸生病的时候, 我一直祷告求神, 求神, 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 然后结果还是把爸爸带走了。 爸爸最后还是离开了他。 他说, 我不能够原谅神。 我现在不是那么相信神, 因为神都不听我的报告。 他的回应是这样, 他妈妈一直要教他回去教会, 就要找一件好的教会给他, 所以他就来这里看我们的教会。 然后, 我一直有跟他谈, 我跟Jexter有跟他谈, 他说, 我们的教会的Youth, 还不错的, 教导来参与。 但是, 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但是, 他对这个祷告跟神, 稍微有点误解。 所以, 我才就想说, 我是不是来讲一个, 用这段经文来讲一讲这样的道, 让大家能够有所领受。 那我们这个是带回家的功课。 回想一下我们平常的祷告。 我们会不会祷告, 我们都是在求神给我这个, 求神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还有人要求我走路口。 祷告到底是随着我们的意思, 还是随着神的意思。 这个是重点, 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顺服神。 像我刚才说的, 爸爸一定是要把最好的给孩子的。 只是说可能有时候, 时机还没到, 或者这个东西不适合你, 所以爸爸不给你, 赞水不给你。 给你是最好的, 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祷告有这样子的心态。 那各位有没有经历过, 祷告了, 但是神没有违应呢? 有没有试过? 刚才我讲的那个意思。 还有, 有经历过祷告之后, 好久神都没有违应吗? 要等待,要等待。 有没有经历过, 祷告后, 神所给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呢? 这几个是值得我们去讨论。 你可以回顾一下。 如果是, 对, 比如说, 斯蒂文牧师, 或者是, 杰尼斯姐妹, 在信主的过程比较久。 可能他们会讲很多的, 那个, 这样子哦, 见证, 就是回应第四个人。 经历过祷告后, 神所给的, 是超过我们所求过程。 这个是真实的。 也是我跟杰尼斯都亲自经历过的。 所以, 各位不要怀疑。 但是, 在整个问题都是, 值得我们回去家里, 要做的功课。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 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这段经文。 耶稣在科斯玛尼远的祷告, 表达了对天父的顺服和信任。 尽管他知道自己将要在面对痛苦而死亡, 但是他愿意顺从天父的旨意, 并且愿意承担一切,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榜样。 我们也应该要学习顺服神的旨意, 不论在顺境或者在逆境之中。 耶稣知道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 因此他向天父求帮助, 这提醒了我们。 基督徒要时刻, 依靠神的恩典的帮助。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才可以显现。 耶稣的祷告告诉我们, 祷告不准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 更是要与天父的交流, 与他同工, 顺服祂的主义。 愿天父你加添, 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完全的顺服于你。 我们奉祖耶稣基督的祷告。 Amen。 谢谢大家。 过了我。